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北魏孝文帝传 今天咱们讲第十五回 慕容诸焉 从公元337年 慕容晃称焉王开始 到公元436年 北焉被北魏灭亡 这中间是整整一百年 从公元337年到公元436年 这是北方属于慕容家的一百年 慕容先后建立了五个焉国 前焉 西焉 后焉 北焉 南焉 所以把这个时代就称为慕容诸焉 这五个焉国都称自己为焉国 所谓的咱们说前后还有西北南 是吧 其实都是后来我们为了区分他们 而这样叫的 他们自己都是称我们为焉国 就此在这一段时间 北方就是所谓的五湖十六国 而南方的强大的东晋 在这一百年当中 从最强盛到后来倒下 他们历史上 汉族历史上 著名的那个强盛的北斧军 溃满 慕容朱焉的时代 基本上和东晋和南朝宋 在同一个时期 中国历史上 把这一段评论这一段的时候 用了四个字 叫风云诡诀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一段的历史 一切都不能用旧的理论来考量 似乎就没有规律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仔细的看看 这慕容朱焉的经历 其实就全明白了 慕容晃是当了焉王 这个焉王还是东晋的王 咱们讲了他和东晋的关系 就是魏国和汉朝的关系 这其实就是 就是说慕容显卑 汉化的一个表示 他的一切都是和汉族学的 慕容晃当燕王 这就是在学历史上的曹操 曹操在令史上称魏王 其实开创了一个局面 以后很多人 都是走着曹操这个套路 慕容晃的儿子慕容郡 就称帝了 你看对吧 显卑人走的路 就是曹操和曹丕的路 老子当王 儿子当皇帝 慕容晋称帝 燕国就建立了 这个燕国 就是所谓的前燕 前燕后来击败了后赵 把自己的领土扩展 到了现在的山东河南 这一线 但是最终的后燕 前燕传了三代人 跟着就赶上了前秦的崛起 就是咱们以前说过的福坚 福坚的前秦最终吞并了前燕 靠的就是底族人的团结 把福坚吞并前燕 福坚到福坚吞并前燕的时候 福坚基本上就统一了北方 但是福坚的统一的时间非常短 没多久福坚就发动了南征 跟着就是肥水之战 是吧 谢家零和还家 东晋的北辅军最后以少胜多 福坚被击败 这个以前咱们讲过好多次了 肥水之战 肥水之战 咱们就不讲 福坚的前秦就倾刻之间灰飞烟灭 于是各种势力又开始武装割剧 慕容朱烟的第二个西烟 在这个时候就建立了 西烟原本是慕容贵族的一支 就趁着现在前秦混乱 就脱离了前秦 说我恢复了烟国 可是可是后烟呢 跟着后烟的建立了以后呢 原本前烟的慕容的这个 一脉相传的这样一支人 又建立了一个后烟 后烟最终灭了西烟 但是不久呢 后烟又被另一支北方崛起的 拓跋险碑 是吧 慕容险碑 在建立后烟以后 又被拓跋险碑击败 于是后烟的很多小诸侯 再次纷纷独立 后烟分裂为南烟和北烟 北烟最后被北魏吞并 南烟被南朝宋吞并 哎呀 我说的这些 我说的这些你是不是觉得特别乱呢 没错 我觉得记住他们也没什么意义 你就记着 今儿他灭他 明儿他灭他 今儿他分裂了 明儿他分裂了 就完了 所谓的五湖十六国 我跟你说 其实多数都是汉人国家 尤其是在中原的 我所指的汉人国家 我是说指人口和他们国家的文化 除了这中间 除了几个几个很短的时间 少数几个很极端的一族而外 都是实际上都是什么呢 都是各少数民族当中的汉化群体 做了领袖 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他们在北方所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 都是所谓汉人的国 而不是建立的可汉的国 他们的汉化程度有高低 但是汉化的方向是一样的 都是主动汉化的 然后有机会就到汉人那边去做汉人的皇帝 而他们所统治的国民 其实也都是汉人 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汉人 所谓的五湖十六国 其实我跟你说 都是汉人国家 作为人口极少数的 这些国家都是作为人口极少数的少数民族 统治人口占大多数的汉人 因此 所谓的五湖十六国 非常的动荡 一共有几十个皇帝 但是谁也搞不定 都是凭着强横击败了以前那个 那个说了算的少数民族 而且几乎都是一战定输赢 是吧 因为因为他们 谁的哪个少数民族的人数都不多 然后呢 就又建立起一个新的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家 继续统治汉人 可是墙中自有墙中守 是吧 他们在汉人中没有根基 所以又被更强的人推翻 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这样 他们都是少数民族 没有深厚的民族基础 就是社会的上层的贵族 在和在人口占大多数的汉人面前 他们靠强权建立起来的政府 其实都是扶贫 在他们还是一个小国 一个小地区的时候 他们能把这个事情 自己国家的事情做得很好 但是一旦他们崛起了 控制那么大一个国家的时候 一切就变得一团糟 于是迅速的就崩溃了 还是一句话 他们人口少 所谓的五湖都是少数民族 石乐也罢 朱烟也罢 慕容也罢 福坚也罢 他们的人口和汉族比起来 大约都是百分之一 一百都是一百比一 这个这个数字以下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在五湖十六国 都是各领风遭十几年 当他们各自的不足分散了 于是他们他们所建立的国家 就就涣散了 明明不具备 当领袖的少数民族 结果呢 一再的站上咱们国家领导的位置 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是吧 问题是什么 应该领导大局的咱们汉人的政权 去哪了呢 应该问的一个问题 不是为什么少数民族 在这个时间段内轮番掌权 一个该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汉人不能掌权呢 这个时候 当你看向南方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原因 这是我们汉人在正经历着一个巨变的时期 旧的世界已经瓦解了 而我们自己新的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 所谓的咱们汉人的政权 一再的坚持走老路 于是得不到我们自己的支持 所谓旧的秩序 就是以贵族为核心的国家体制 从夏商周到秦汉 都是这样的 以贵族为核心的国家 一直到汉朝都是 对吧 国家的政权都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少数人通过他们天生的高贵领导 多数人天生的卑贱 这就是所谓的制度 社会制度 都说秦朝开始 中国就进入了封建制 但是奴隶制度直到汉朝末年 才算彻底瓦解 可是当我们走出奴隶制度的时候 走出奴隶制的时候 当社会上从基层开始都获得所谓自由的时候 我们发现并没有一种社会制度 能够维护新的社会的秩序 你想我一个农民 就说我地主吧 是吧 我拥有自己的土地 我因为拥有自己的土地 我当然不肯再听贵族的 我有吃有喝 我凭什么让你来指手画脚 于是贵族的政权就没落了 代表贵族的国家就涣散了 是吧 国家一旦涣散 立刻呢 带来一大麻烦 谁保护我的利益呢 是我有钱 有钱就表示你你有安全吗 地主们有财富有土地 但是没有一个他们能说了算的国家 如果这个国家他们说了不算 那就没有人会去保护他们的利益 所以三国你看 三国说的所谓都是布曲 对吧 无论是曹操 袁绍 孙策 都是布曲 都是在布曲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都是地主建立起来的私人武装 地主们和这种强人 地主和强人的联合 不是为了大天下 而是所谓保静安民 这就是我们看三国演绎的时候 大家要看懂的是吧 就是这些英雄 这些英雄背后总有一些出钱资助他们的人 资助他们的人就是地主 是吧 这是一种地主和强人的联合 你看他们联合起来 谁是为了为了夺取天下呀 不是 都是希望保静安民 这是什么 这是地主被迫的 现在自己保护自己 当然这种自发的保护 是脆弱的 地主实际上 现在需要一个自己的国家 这个国家将保护地主的利益 确定土地的私有制 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国家 在整个两进 大家看都没有能建立起来 西进 是吧 西进甭说了 西进一开始就走回了贵族的老路 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说 八王之乱 东进呢 东进一开始有点这个意思 可是很快 你看东进走入了所谓士族制度 仍然不是地主政权 少数地主通过自己快速的崛起 士族最终变成了新兴贵族 士族制的东进 很快又走回了贵族制的老路 背弃了当初支持他们的人的梦想 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我们汉人的这些领导们 仍然在坚持走老路 而人们呢 人们一旦不再相信所谓的王权天兽 旧的世界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汉人的世界其实在东汉末年突然就崩塌 碎了 碎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 有一些人还在试图恢复旧的制度 建立大的农庄 走回农奴制度 但是问题就是人们心中已经被点燃的火炎 已经无法熄灭 谁逆天而动谁就得灭亡 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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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我跟你说 在以后中国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将响彻云霄 你说中国人现在 为什么那么爱买房 因为一种惯性 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从东晋开始的一千多年时间里 我们对土地的热爱 这种社会的变化带来的就是我们说的动荡 第一个表现 就是跟走马灯似的 我们的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 是吧 旧的社会已经崩塌了 于是开始各种的尝试 东晋要把这个社会拉回所谓的正轨 走老路 用所谓的士族代替贵族 最终呢 失败了 没办法不失败 这是一潮流而动 所以在眼看 是吧 我们看不到咱们汉人自己的政府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 我们开始啊 把票投给少数民族 在北方很多少数民族就趁着汉人这种无政府的状态 建立起少数民族的贵族政权 但是最终也都失败 各种尝试 但是这些少数民族 其实他们管理的水平更低下 他们管理更不得要领 所有人其实都在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一种新的国家政权 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 我们说北魏 咱们以前说过是从汉朝走向唐朝 中间必经之路 就是这个意思 汉民族在过去已经在晋朝成为一片瓦砾 新的世界将在唐朝建立 这中间并不是一次顺利的改革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变革 而至少是两次社会大动荡 是吧 你看一次是五湖十六国 一次是以后的五代十国 五湖十六国建立了一个唐 但是唐也没走出多远 就又一次走回了老路 结果呢 陷入混乱 这就是唐朝末年五代十国了 就这样的动乱 其实都是咱们自己的内乱 是我们道路的迷失 是我们自己迷路的一种状态 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我觉得很不容易看清楚 是吧 五湖十六国 如果你把目光紧紧的盯着所谓民族间的纠纷 你可能到头来也看不到这件事的本来面目 是吧 民族纠纷是因为少数民族的雄起 而这种雄起的背后不是他们变强了 而是我们变弱了 我们所以变弱 是因为我们我们失去了凝聚力 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突然因为土地私有制而崩塌了 因为这种土地政策 这个国家的主人们在呼唤一个新的政府 一个支持土地私人所有的这样一个政府 谁能让我拥有我脚下的土地 谁就是我支持的真命天子 不是一个人 而是被土地唤醒的所有人都在这样期待着 真正决定社会进步的不是上帝 而是人民 不是历史上说的伟大人物带领我们走入辉煌的 而是千千万万的人民通过自己的投票 选择心中的伟大 当汉朝倒下以后 各种势力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方向 都是一次尝试 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就是因为走走错了路 因为你走错了路 人民说不选你 但是继续是 历史真的不是伟人的历史 而是人民选择自己主人的历史 什么是什么是伟人 是顺应人民的人 每个时代总会走出一个伟人 是因为在各种选择中总有一个是正确的 即便没有完全正确的 也会有一个更接近正确的 所以健康的社会总是不会拒绝另类的 谁知道谁走的路是对的呢 你怎么就能肯定 我的路一定对呢 和西方的历史相比 我们其实也是民主的 无论国家制度是什么 最终都是民主的 是吧 只是我们的民主可能更残酷一些 伟大在我们这里是两条路 要么顺应人心成为伟大 要么违背人心成为卑鄙 胜者为王 败者贼 这就是我们的民主 而决定最终胜败的 相信我 是我们 是我们这些小民 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才是决定天下的力量 作为一个北方的农民 五湖十六国 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现在心中充满了委屈 我们耕种着土地 这是我的地 我的自由 但是 但是因为这种自由 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无力保护自己 谁来了都可以收走我的庄稼 谁都可以拿走我 积蓄一辈子的家产 我不喜欢北方的这些军阀 他们不关心我们的生死 他们心中都是所谓大业 是吧 他们要通过征战 获取更多 什么他们的尊严 什么他们的骄傲 都是他们的 为了他们的伟大 我们要服摇役 我们要服兵役 所以最终呢 我们拒绝他们 因此他们跟走马争似的 你方唱罢我登场 与北方这些军阀相比 我们可能更不喜欢南方的政权 他们建立起来的所谓的那个士族 真的他们来了 我们的地就没有了 士族会夺走我们的土地 然后让我们重新回去做农奴 所以我们也不支持他们回来 自由这个东西 真的 你一旦拥有过 就绝不会再放弃 我们该走向哪呢 到哪里去呢 我们能摆脱北方的战乱 摆脱南方的压迫 我们能去哪呢 这个时候 突然 我们听说 在遥远的北方 在被称为蒙古的 那片草原的边缘 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 据说 那也是我们汉民族的文化 而且那里是我们的乐园 你说 我们该不该走向北方 向北方 行出注目礼呢 掌柜觉得 这才是那些年 我们汉人所面对的事件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人民 在呼唤一个新的政权 五湖十六国 就是这样一个时期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继续讲 明天我们的国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